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个方法里面我们说了 它有一个参数叫convert view 这样我们再给它重新运行一下 我们把这个退到桌面上 然后再运行一下 我们来看输出的有一个结果 输出的一个结果 我们说最多能有几个 最多有七个 最多提供多少个选项 里面的列表项 最多是多少个 我们先说九个 我们看最多是 应该是八个 我们这应该是八个 对吧 应该是八个 不是九个 最多是八个 因为这个上去以后 这上去以后 这就剩下七个了 对 那上去是不是就是 第八个就空了 第八个就变空了 不是九个 是八个 我们上一节里面说到的是九个 但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不管是八个还是九个 反正就是要多一个 对吧 反正是多一个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输出的这个结果 输出的结果 这样我们退出去 重新来一遍 好吧 重新来一遍 我们主要是看他这个打印 看他这个打印 我们刷过来 这是哪个 21 21是吧 21 OK 我们打开 好 我们看这个输出 输出里面 你看 我们输出的这个position 是零到六 六就七个是吧 但是我们输出看 看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我们输出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convertview这个参数 对 这个参数 首先他是为什么 空 为空 是不是 他为空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现在当前创建的这个对象里面 一共创建了几个对象 1234567 七个零到六 七个对象都创建了 也就说一共创建了七个这个view 什么 对 就每一个这个选项就是一个view 创建了七个view 那么现在这七个view里面 有没有 这个没用的view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七个都显示在这个屏幕上了 也就七个都被占用了 什么 都被占用了 所以这个convertview的意思表示什么 表示没有空闲的view 创建出来的七个对象 没有一个是空闲的 因为大家都有用 都在屏幕上显示着的 是吧 都显示着的 OK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convert等于空 OK 我们往下拉是吧 对 我们往下拉 我们这 拉出来 第六个是吧 第六个 我们在这 继续往上 转 你看往上转 往上转 看到没有 拽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发现 七还是为空 对 七还是我们说最多显示几个 最多七个 最多七个 对吧 最多八个 是吧 八个七嘛 七就零到七 就八个嘛 对不对 八个 你看八个对象 最多是八个对象 是吗 然后第九个的时候 position等于八的时候 position等于八的时候 OK 下面这个对象就怎么样 就有了 就有了 下面这个就不为了 空了是吗 这个可能大伙 看不见 看不见是吧 看不见 那咋办呢 这可能被挡住了 滑几下 把他拉上去 被挡住了 OK 挡住了没关系 这个就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 在这儿 已经有了 那这个convertview 打印出来就是有 那有它是谁呢 它是谁呢 Linner layout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这里 往上转了 也就是说 是不是最顶上 那个position等于零的 那个对象 是不是被顶上去了 推到最上面去了 看不见了 是吧 看不见了 OK 那下面这个对象 是不是就是最顶上 那个对象呢 是不是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 来对比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401 帮我记一下 401067D0 这个可能大伙 刚好被挡住了 是吧 你再滑几下 让他再输出 对 我就照这个吧 不然的话 等一下没法找了 是吧 这个对象太多 当然先暂时记住 这个我要给大家看的是 是这样的东西 OK 是这个对象的 这个后面这个地址 地址是吧 就地址 我就给大家念一下 就知道了 好吧 我们去找 看有没有第一个对象 是不是跟这个同名 是吧 对 这个叫401067D0 OK 我们拽到最上面去 最上面去 第一个对象就是 401067D0 OK 没错吧 没错 OK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对象 这个地址 第一个对象的地址 跟第几个 第一 跟第 这个 第 八九个 九个 对象 地址是一样的 第九个对象 地址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第九个对象 就是利用了什么 第一个对象 是不是 循环用了一下 用到了第一个对象了 OK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它的对象就没有 去重新创建了 是吧 没有去重新创建 把这个confort view 怎么样 给我们传进来了 OK 这就是给我们 传进来 这个confort view 这个时候 它就不为空了 它就不为空了 是不是 就可以重复去用了 因为这个叫转换 就是表示 这个是可以空闲的了 它是有空的 这个对象了 因为它顶了头去 能听明白吗 我把它滑到最头上去了 它就看不见了 但这个对象 就可以给下面出来的 怎么样 使用 就可以给第九个对象用 最多八个 对吧 一共创建了八个对象 一共创建八个对象 那屏幕上只能显示 七个 七个 对吧 最多显示 最多显示八个 最多显示八个 那么它顶上去的时候 下面这个就可以再出来 是吧 就会再出来 好 你看我们再往上滑 往上滑 往上滑 滑 好 滑到最后一个了 是吧 滑到最后一个对象 好 最后一个对象 这个怎么是 都是textview呢 我看一下 代码里面 我们把这个两句话 给怎么样 给注释掉了 给注释掉 没有重新复制 所以它是textview OK 没关系 等下我把它注释去掉 它就会显示 我们的这个 小花花 小黄黄 什么的 是吧 OK 这是我测试的时候 把它给注释掉了 好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 来再看 再看 你看 下面除了这个八个对象 前面是为空以外 后面的对象 都怎么样 都有 都有 都不为空 而且这些对象 都是跟上面这个对象 怎么样 是相同的 同个对象 你看 这个第一个是 40106 气地零 是吧 气地零 那就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 就是第八个下面的 第八个下面的对象 是这个对象吧 是 对不对 是这个对象 OK 你看每一个是不是都是相同 那这个是 我们看第二个 40 下面那个 下面这个是吧 40107A98 07A98 是不是第二个 是 40107A98 对吧 就是第二个对象 所以他是不是 重复 重复使用了 第一个对象给 第 第九个 第九个用 是吧 第二个给第十个 十个用 第三个给第十一个 十一个用 这样转过来 这样轮的转 最多几个对象 八个对象 最多八个对象 是吧 最多就是八个对象 OK 好 我们这样一个原理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convert view 而不需要 每次都去怎么样 创建这个view了 因为每次你去创建view 就是浪费嘛 对吧 是不是浪费啊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对象吧 OK 怎么来利用呢 好 代码了啊 所以在getview里面 我们需要加一个什么 判断 来去看一下 这个convert view 是不是等于空 如果convert view等于空 表示我现在屏幕上还没有 重复的对象 没有可以重复利用的对象 是吧 没有可以重复利用的对象 大家对象都已经被 都已经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OK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就去创建这个对象 可以吗 创建对象 因为convert view也是view嘛 对 当然你空的时候 我就直接给他复值 行不行 我就把这句话挪到哪里去 挪到这里 convert view等于getlayout 这个就 如果他等于空 我就创建一个 这个view对象 给他复个值 给他复个值 是吧 我就去创建这个view了 把这句话挪到这个 也只要加一个判断 就OK了 是吧 只不过我换了一个名字 就用了自convert view这个名字 而不用自己的view 是吧 然后你去查找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就是直接用的是什么 我把这个放开 把这个打开 然后这边是用 我就名字用convert view.find view by id OK 去找 所以就相当于在这加了一个什么 判断 加了一个判断而已 是吧 最后返回谁 返回这个convert view 这样就可以了 反为convert view就可以了 OK 我们这么一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输出 好吧 好的 再看一下输出 走 看一下这个情况 现在我把那两句注释给 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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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就是 小花花小黄黄是吧 对对对 OK 我们看一下啊 好 OK 显示了是吧 显示出来了 好 同样道理 你看前面都是 空的 前面都是这个 空 是吧 前面都是空 前面都是空 然后拽过来一点 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吧 拽过来 好 那么到下面呢 就是都是空了 现在还没有重复利用了 是吧 没有什么 OK 我往上拽 往上拽 往上拽 是吧 往上拽到最底下 小黑3了 是吧 OK 那这些对象 你看都是怎么样 就都是 是不是重复利用的 这两个对象都是一样的 是吧 这都一样的 我们往上看 这是40 C E 6 C 88 这个对象 是吧 这个对象 OK 我们看第几个 第 就是第七个 七个 40C 就是 40C 6488 对吧 你看这些对象 就是用的都是那八个对象里面的 其中一个 八个对象里面的其中一个对象 是吧 七个对象 那就最多就是 就是这个八个对象 反复在倒 是吧 就把这八个对象反复在倒 不管你怎么滑 对吧 怎么滑 这个对象就是 这八个对象 就是滑个不变了 就是来回复值 对 来回的去怎么样 我们给他去 重新相当于是复值了 是吧 把这个对象的值 把这个 这个相应的 这个里面的 这个组件 取出来 是不是 重新给他 复值啊 对对对 对吧 重新给他去复值 把这个 这个图片 跟这个 跟这个 名字 是不是给 换了一下 对吧 把名字给换了一下 这样的话 就达到了我们怎么样 重复 利用 这个 对象 对象的 这个 目的 目的了 OK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OK 所以说 未来大家在写这个自定义 适配器的时候 这个判断 是不是很关键 对 这个判断就很关键 OK 我们给他详细分析 介绍了这样一个 它的这个 原理 OK 这样一个 虽然是简单的一个判断 是吧 OK 内部的原理 你要搞清楚 是 OK 我们这是最多是八个 不管你是多少个 反正就是多一个是吧 对 多一个出来 好的 那我们这个 用convert view 来实现这个优化这个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 好 好吧 OK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最缺乏的就是总结能力 只会埋头不学 对技术和行业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微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微哥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搜索微哥-加网 出来一个咪咪眼的帅锅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咯